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鹰 他想利用这套砖法是果 果由鹰生 是应该由我来担当 师父 师兄 梅中武功 怎么样 梅中武功都有自己的步法 难道这些就是梅花庄的步法 赶请随伯指教 五梅也只能做到如此 吉凶祸福 只好听从天意 小姐 你在画些什么 小丽看了老半天了 怎么什么都看不出来 不像她吗 我每天都想着她的样子 不会忘记她的样子吧 是她 对了 这次方夫人答应帮这个大忙带她回来 怪不得我们小姐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 好 等了几个月 终于有希望了 永春 你在等谁 你 你还惦记那个姓洪的 你这个忤逆的女儿 已经不把爹的话放在心里了 爹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 不让你跟那个红西官再有什么联系 可你倒好 你却天天跑到穷花会馆去打听她的消息 现在又学起人家画起画来了 这么多年来爹叫你学写字学画画 可是你就是不学 也懒得学 可是一个红西官就让你变了 变得都不把爹放在眼里了 爹 女儿没有 女儿只是喜欢红西官而已 有什么错吗 你 困了你这么久 我以为她走了你会死了这条心的 可你却被她迷得痴痴呆呆的 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从今以后我不许你再出去 不许你到穷花会馆 更不许你跟那个红西官有任何的联系 快门 快门 老爷 小姐 爹 你开门 爹 你不要那么狠心 爹 你是从普林寺来的 是啊 方夫人 少林寺的三德大师偷我带了封信给你 是吗 这个给你喝茶 好 谢谢 方十一远会写信来 变了个人了 李八山 有什么关系 李八 什么 李八山 走啊 快点 出了什么事了 快 先喘口气 爹 李八山跟李小桓知道了事与是假死的 他们父女俩已经上了少林寺找事与报仇了 日期也定了 怎么办 真有这种事 不停 现在什么都该管了 马上去少林寺 阻止李八山跟李小桓跟施与决斗 太高了 失忧 事与 事与 加油 事与 没 樹深 师叔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师叔 我们在替世玉打气啊 对啊 打气打气 有功不练 尤其是你们两个 我要好好教训你们 去哪给我回去 师叔 明天就是世玉 跟里巴山决战的日子 我们身为同盟 给他加加油应该不会错吧 对啊 我们这样做有什么错 我是不回去的 对 我们都不回去 干什么 你们想倒摆了 佛弥陀佛 参见方丈师兄 参见师父 方丈师兄 你来得正好 他们 别说了 老大知道你一片苦心 你是不想妨碍世玉练功 可是你这冷冰冰的态度 怎么让他们信服呢 明天就是世玉的生死之战 又怎么能集中精神练好功呢 还是让他们陪着世玉吧 是 师兄 世玉 你的梅花庄练得怎么样了 回师父 世玉虽不敢说以大功告成 但是也可以勉强一战 是吗 好啊 那让为师的跟你比试一下 好 请师父赐教 好啊 没有 好啊 这 多谢师父 阿弥陀佛 师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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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师御 没事 梅花步伐果然是绝妙天下 你在这么短的日子里能有这样的成绩 这些东西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要打败李跋山恐怕就要看你的造化了 师御 干什么 师父也没有说我一定会输 反正明天一战我全力以赴 尽力而为不就行了 要死就死吗 师御 其实 这一个月来 你们为了事与的事劳心劳力 我真的很感激你们 我能认识你们这一把好兄弟 已经心满意足了 明天之后 也不知道能不能再跟大家在一起了 这样吧 今天晚上再来一次素菜烧烤会好不好 回答我 回答我 好 小小呢 小小 小小小 师御 你要去哪儿 我要去找那传说中高僧的尸果 祈求他保佑你 明天打败李跋山 我早就猜到你会那么做了 上次你不是找过了吗 这根本是传说怎么会有呢 别找了 走吧 傻瓜 不行 我要再找一遍 我相信一定可以找到的 你先回去练功吧 不用管我了 好 既然你坚持要去 我陪你去 我休息够了 我们继续找吧 算了 天色不早了 回去吧 不行 这关系到你的生死 我不会放弃的 生死有命 要是我明天真的要死 就认命吧 你方世玉这么容易就认命吗 你那天不是跟我说 你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所以才会在下面找到我 我看的高僧的海果一定在下面 世玉 你答应我 你不可以死 你也不会死的 走 我们下去继续找 小小 算了 别再找了 不行 为了你 我一定要找到 世玉 你过来看看 是什么 佛珠 又有一颗 一定就在这附近 世玉 找到了 找到了 世玉 找到了 找到了 我终于找到了 真的让我找到了 大师 小小已经遵照您的遗愿 把您安葬好 您也一定要遵守您的诺言 一定要保佑世玉明日一战 可以平安无事 全身而退 你 你看着我干什么 小小 你对我太好了 我们是好朋友吗 来 快点向大师磕头 让他保佑你明天可以安然度过 我们快点走吧 要不然赶不上烧烤大会了 好朋友 难道真的是金城所致 金石为开 世玉 你怎么今天走得这么慢呢 快点吧 不然习惯他们不见我们一定在到处找呢 别走那么快 我有话跟你说 有事等一下再说吧 他们在等我们呢 不 我一定要现在说 什么事 是 我想永远的跟你在一起 那当然了 我相信大师一定会完成我的心愿 你明天不会有事的 以后就可以继续留在少林寺 我们不就永远可以在一起了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要你跟我回广州 去广州干什么 去见我爹 见你爹 我又不认识他 干嘛要去见他 你真的不明白我的意思 真的不太明白 我 要跟你 西关 西关会前 林姑娘 你们去哪里了 找你们半天了 没什么 我跟世玉 走一会儿嘛 对了 你刚才说 你要跟我怎么样 哦 我是想跟你 跟西关会前 还有各位师兄弟 一起度过这个难关 明日一战 我一定会保证性命回来 那当然了 我对你有信心 世玉 你一定会赢的 去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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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战是生是死 就全靠你自己 你一定要小心 正所谓得饶人处且饶人 只要李巴山不过分相逼 你就不要妄动杀你 弟子知道 你们听着 方世玉跟李巴山 今天是公平的决斗 你们除了观战之外 千万不要做出 破坏少林名誉的事 说到李巴山 也算是武林名秀 相信他也不会使诈 但至于他女儿李小桓 大家千万要注意 是 来了 李巴山来了 我命仇佛 李师弟果然守约 老难还是那句话 希望你能回心转意 化解冤仇 不必多说了 方世玉的命 今天我是要定了 要怎么斗法 你们说吧 今天我们来打庄 跟你打梅花庄 来啊 爹 我早说他诡计多端 他仗着自己在梅花庄上身受灵活 你以为这样就能难得倒我了吗 哼 今天 我一定杀了他 为你付报仇 哼 小子 老夫让你三招 三招 要就让三十招吧好不好 放屁 你说什么 让不起啊 让不起就别让 三招太小气了 一招也不要 快走 走 放手 方世玉 你直闪不打 算什么英雄 微信 小心林夏桓出手暗赛 李施主 此乃公平比武 如果你再想出手暗算 修贵本座不客气 让一让 师姐 爹 儿子 我哪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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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你吓死娘了 这么容易让人吓死 就不是苗翠花了 这么容易被人打死的就不是方世玉了 兄弟们 在 好样的 世玉 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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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玉 晓晓 我答应过你 会保住命回来 我做到了 我知道 我知道大师一定会保佑你的 哪个大师啊 我还没死怎么会保佑他呢 不是说你 到底是谁啊 这是我跟晓晓的秘密 爹 爹 阿弥陀佛 李施主 人死已不能复生 希望你节哀顺便 放开胸怀 把一切恩仇化解开来 爹 女儿自治 一人之令 没办法替你报仇 你暂时就在这里安息 女儿向你发誓 将来千葬之日就是方世玉长命之时 方世玉 我李小环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小姐 你就吃点东西吧 你都三天没吃饭了 还是身体要紧 小姐 我想老爷一定会放我们出去的 教练 真的来了 老爷 教练 把凤冠跟侠批给小姐递进去 还不快给小姐端进去 是 老爷 永川 你听着 爹给你找了门亲事 明天一早花椒就进门 早上起来你要好好打扮一下 爹 女儿不嫁 你就放我出去 永川 婚姻大事是父母之命 爹给你找的是杭州大户 无论在哪一方面都配得上咱们严家 以后啊 你就欣浮富贵 享之不尽了 爹 这可是女儿的终身幸福 爹 你就让女儿自个拿主意吧 永川啊 爹是不会害你的 你 你要是再跟那个红西冠纠缠 你会暴汉终身的 女儿啊 义失足成千古恨哪 你 你的幸福才是最最重要的 爹 小姐 爹 你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了解我 为什么 来人哪 小姐再见了 快点快点 你看小姐他 小姐 小姐 走 你把你拿 你拿 快 小力 你回去吧 小姐 你这一走走那么远 你叫我怎么放心得下 你就让我跟你一起去 Xia 你知道我这次离开杭州 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我爹了 他年纪大了 我又不在他的身边陪伴着他 要是发生什么事 小丽 你要帮我好好照顾我爹 你告诉他 永春王 总有一天会回来向他磕头谢罪的 时候不早了 不早了 小姐 不要说了 回去吧 保重 小姐 保重啊 严姑娘 原来方圣玉是假死啊 方夫人跟苗老爹上了少林了 我猜洪西关一定也在少林啊 时光飞逝 不知不觉 你们敬我少林 已有半年之久 期间经历了不少的风波 所幸的是 你们能够齐心合力的挺了过去 本座今天把你们召集来 就是想了解半年来 你们到底学了些什么 也好让各位长老知道你们的进度 师父 是不是如果我们的进度理想的话 就可以把少林寺里面不合理的规条都 阿弥陀佛 那就要看你们的表现了 大家听见了 为了我们的将来 尽力而为 好 方圣玉 废话少说 大家开始 是 是 好 一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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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